首先工作区改大一些 点击文件 选择文档属性 自定义尺寸单位改PX 广度和高度可以改 1280x720 或自己想要的尺寸都OK 改好之后可以关闭这页面 按住Ctrl加滚动滑鼠可以放大和缩小工作区 点击A 输入字体 字体就显示 点击左边侧栏的鼠标 再点击字体或物件 就会有虚线包围 我们可以更改和调整形状的不同 或许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乱点 导致字体变小不点就像这样 4就是最小号的字体我们可以把它变纳 这里记得改用PX 比如56PX 就显示56PX尺寸的字体 用144是最大号的 字体加速在左侧 在左侧是字体的样式 可以选择你需要的 有很多不同形式 大家都可以试试 接下来如何为字体上色 点击对象 选择填充和描边 点击右侧的描边样式 改为PX 广度改你要的尺寸 点击描边绘制 这里注意看我点击的部分 点击填充 点击X 在三角形里左键滑鼠按住并拖动 颜色可随意变换 字体外围颜色 注意看我点击部分 轮子也可以随意切换颜色 再重复刚刚的动作 注意看点击 点击 这部分教如何再把字体或物件放大和缩小 点击左侧的滑鼠再点击字体 点击并按住黑色的三角形才可以拖动 接下来是如何下载物件或字体 一定要在工作区里面 点击文件 选择导出PNG图像 选须就是 字体或物件是被三角形围住的 点击字体 选择选须点击导出就OK了 读片会下载到 系统默认的C档案 回到电脑系统 C档案找出刚刚下载的图片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